据韩国媒体报道,韩国变形人何丽秀被曝在中国杭州遭遇车祸,造成他乘坐的车辆破损,部分人员受轻伤 这起车祸被认为是因驾驶员开车时打瞌睡而造成的 何丽秀所属的经纪公司今天表示,何丽秀为参加活动飞到上海后 于16号在前往杭州的途中,其乘坐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撞上防护栏 车祸导致车辆受损,但何丽秀等车上人员并没有受重伤 何丽秀一行在顺利完成活动后,今天下午将启程回国 部分人员感到受伤部位疼痛,因此抵达机场后将立即去医院接受检查 另外,何丽秀与张小慧松板静子联媒主演的电影《桃色》定于今年9月上映 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